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待會兒的這個班次啊 他是跟那個沖繩水主管合作的 藍金的班次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外表還是藍色的 那早上我搭的是紅色 但是太藍了沒有拍 發現啊這間人真的是不少 因為有非常多就是那種家庭出遊 欸 十元島啊算是 蠻多那種家長 帶小朋友的選擇啦 那跟沖繩的概念有點像 現在飛機啊因為飛行聲音 有點囂張 那如果講話 你們可能會聽得比較 困難啊 詐欺很大 那你們可以看到的話就是 他剛剛電的音樂上面還有桿子 那一般啊 他航來講的話都是一個紙杯而已 那你可以看這個紙杯 上面就是這個 沖繩水主管合作的這個紙杯 然後啊 那如果是小朋友要喝的的話 他大部分也都會插上喜歡 那如果你點的是牛肉湯的話 他上面也會封到封空 這一點我覺得算是 小心一點做得很到位 OK 那麼在日航啊 他的國內線啊還有一樣啊 非常值得體驗 也是我覺得他的功能做得很強的地方就是 他的國內線啊 的Wi-Fi啊全部都是免費提供 OK 那這個就是 把我們的內線呢 他的這個Wi-Fi啊連接的一個說明料 那 除了文字訊息以外啊 你沒有辦法串圖片 其他功能啊 應該算是 基本上都涵蓋在裡面的 你也可以看一些簡單的YouTube 那待會呢 我們就簡單的操作給你們看一下 對於啊想要 去搭乘行與首航的 或是包含波啊 26號要搭乘行與航空的 飛機去體驗 他的這個機上Wi-Fi 那我覺得這次好嗎 這個可以當作是一個 呃 事前的一個 概念去練習啊 首先 我就開啟YouTube測試 想看看這個免費的Wi-Fi啊 能否播得了影片 轉了幾秒之後 跳出YouTube觀看的廣告 這時候我就知道 影片是可以被播放的了 此時在開始進去影片前 下載進度條卡住了 一度以為要失敗作為收藏 等待讀取的時間 這時候還沒訂閱的 可以先按一下訂閱鍵 影片發布的時候 就可以收到通知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跳回來看 畫面整體看起來流暢度還不錯 也沒有被降低畫質 降低的太嚴重 在機上看YouTube打發影片啊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有時候還會覺得蠻幸福的 然後看到左下方進度條啊 也都有在動 只要畫質要求啊不是太高 也都能夠跑得了 這完全可以彌補機上沒有娛樂設施的空缺 此時的Wi-Fi真的是抵過其他種種啊 OK那YouTube啊 先試完之後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文字訊息啊 然後跟臉書啊 或是社群軟體啊 這樣的一個訊息發送啊 他到底會不會每個 我就先試驗 臉書的Message 是否能夠發送出去 雖然是在空中 但是訊息也不能夠亂測試 於是選了老婆作為對象 傳送訊息 我就隨手按了Hi用來做試驗 約莫過了兩秒 訊息旁邊打勾表示 傳送出去啦 接著試著發文 看能否把照片上傳上去 並且做打卡的動作 隨手選了圖片 把它列為私人 只要能夠傳的上去 照片就會出現在頁面啦 然後期待的點選發送 有沒有看到這邊 他在跑了 所以有沒有已經上傳成功了 基本上啊 日常在國內線啊 他沒有限制說你的Wi-Fi啊 只能使用多久 或者是只能上傳啊 多少MB啊 或者多少GB啊 就沒有辦法使用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算是滿能性化 也是滿佛性的一件事情啊 那像我剛才啊 就是可以傳訊息 然後可以看YouTube 可以連帳打卡 IG等等之類的 所以 在飛機上 你還有什麼東西 是做不到的 那像Netflix啊 就是一些簡單的影片啊 它也可以做下載 但是它下載的進度 會比較慢一點點 不過你要想 它是免費的 然後不僅僅是 就是文字的發送 它有很多很多的東西啊 都帶到圖文了 其實都可以發送出去 接著我突然想到 既然能夠連上網 那應該也能夠接上 銀行的股票下單系統 畢竟啊 它的程式消耗 應該也沒有YouTube 播放影片 要來的大吧 雖然程式一度卡住幾秒 但還是有在跑進度調 於是呢 就先不理它 就在我以為它要失敗的時候 跳出登錄畫面 這邊你可以看到 登錄後 我進去查股價 它是有辦法做顯示 而且可以即時的回復 我特別啊 選了一支股票點了進去 試驗它可不可以做下單的動作 雖然會延遲個2到3秒 但下單啊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啊 我要搭乘的幸運航空啊 26號 我也去體驗一下就是 誒 它的 機上的Wi-Fi啊 它的文字訊息啊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連線的速度好不好 然後 可以用到多幾支 是不是可以看YouTube等等呢 我們就進行食物一待吧 不要啊 não 발생緊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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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急急急急急急急 KollFi